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24耐環島 然後要騎這個125CC的小車 那為什麼要騎125CC的小車呢 因為我的CBR300啊 就是還在榨區軸還在維修中 所以說我們就決定要騎小車來24耐環島了 那至於說呢為什麼要趕在300還沒修好之前就趕快24耐環島了 因為我們認為今天是最適合24耐環島的一天 原因是在於說今天是6月20號 明天是21號是夏至 夏至呢 太陽的白天時間是最長的 這樣子呢在24耐環島的時候呢 才有效的來保持我們的體力 因為我們都可以在白天的時候騎完大部分的旅程 我們就打算利用這個最長的一天呢 趕快從我們現在台灣頭所在的基隆 有沒有看到 後面基隆的地標 然後從基隆出發 對 現在時間是下午3點半 我們預計呢可能是 大概可能會在新竹苗栗一帶看到日落 可能會在墾丁啊 旭海啊一帶看到明天的日出 補充一下我們要騎的是最大圈的一圈 極北極南極西跟極東這四個眼都要踩得到 勢不宜遲我們就趕快出發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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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來轉圈圈了 看影片的人看到這一段轉圈圈就決定直接 End 因為頭暈了 正式開始24耐之前 先環繞在這一圈圈的波道 順時針的天旋地轉 跟這次逆時針環島的方向相反 從這邊要去我們的極北點 富貴角燈塔的話走左轉啦 但是我們今天要挑戰的是 全程走省道或縣道 來環島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彎去台二線 北濱公路 這次24耐的行程其實已經想了很久了 挑在下午的時間 從台灣頭的基隆出發 就是為了讓白天的時間盡量落在東部 不需要摸黑走在路程上最困難的南迴跟蘇花 好不容易定下決心 要在今年完成這項挑戰 結果CBR300R又剛好故障 只好騎這台半年前 才剛一起環過半島的 125CC 十字key address 剛好朋友也說想挑戰騎小車24耐 就這麼決定在下至出發了 嘿我們加入環島團了 台灣好多地方想去於是跑來環島了 等一下跟他們打個招呼啊 我們兩個也在環島 從哪裡開始 我們從基隆開始 我們要24耐沒有體驗過 就來衝衝看 剛好看到你們 我們從台中開始 台中喔 那不就是已經快結束了 今天第幾天 第四天 今天第四天所以你們還五天 喔今天晚上要睡哪邊 淡水 淡水喔 那不遠啦 我們才剛出發而已 後面有一個反擊說 有一個有18公分 屌喔18公分 好啦那我們繼續走囉 掰掰 掰掰 大概是剛好碰到暑假開始 又或者是大家也想多享受 有夏至的陽光 接下來的路程上 還碰到好幾團翻島團 當中也有開車的 都開始有點後悔 是不是也該寫個板子 背在背後 剛好快要到端午節啦 是不是該買個肉粽呢 我們在這邊就看到富貴角燈塔啦 我們就不要進去了 這什麼 這什麼爛玩法啊 騎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終於來到富貴角燈塔 走進去還要再多10分鐘 然後再出來就是20分鐘 牌子上面有燈塔 我們跟他合照就好 YA YA 好 好出發繼續 24Nine基本上就是需要這樣不停的趕路 繞過北海岸進入淡水之後 路上的車潮越來越多 看一下時間也到了尖峰的5點 出發前的小插曲 讓我們沒辦法在表定的3點起乘 晚半個多小時的後果 就是在淡水河岸旁 遇到嚴重的塞車 要說是不幸中的大幸嗎 騎小車至少比較容易 穿梭在車陣裡面 經過一番纏鬥之後 終於來到跨越淡水河的關渡大橋 也才發現正是排隊上橋的車 造成後方2、3公里的車陣 或許等到淡江大橋通車 這個狀況就能夠緩解 而對我們正在24Nine的人來說 也就不需要多繞淡水河口的這段路吧 前面這邊超智障的 要機車繞出去 你看這邊畫滿朝畫線 然後機車在這個直角的地方 馬上切出去 果然 喔你看這邊有個紅綠燈 現在沒有亮而已 超危險的好不好 我反而要在停這邊 然後看右邊有沒有車 對然後我支線讓進來一次之後 然後我到這邊我還要再看一次左線有沒有車 果然有車 媽的 極度智障 剛好這邊是垃圾焚化場啊 做出剛才那些交通規劃的人 可以進去裡面燒一燒 戲啊然後還有飛機飛在旁邊 還有海岸線 我幹 海警第一排啊這裡 不需要在鏡頭前面 暴露你的美臀啊 你是老人還要在那邊伸展 下之前一天的陽光 就在桃園海邊的觀音到新屋路段 一道紅中帶黃的彩霞正式跟我們道別 緊接著就是10個小時的漫漫長夜 在這黑夜最短的一天 首先迎接的是燈火通明的鳳梨尾隧道 經過這座西濱公路維二的隧道之後 正式來到新竹 解脫的感覺 解脫的感覺 我們現在才 7點半 完了我覺得我們24小時達不成了 我現在直接判定無法完成 怎樣我們還要再拼那個嗎 凌晨2點前到台南喝牛肉湯嗎 繼續拼 好 凌晨2點前 抵達台南 成了我們的下一個目標 如果沒辦法完成 24小時環島的話 那至少也要喝到牛肉湯 平常騎CBR300R的話 6個小時 從新竹到台南 絕對是綽綽有餘 不過這趟畢竟都是騎 125CC的小車 光是速度就慢了不少 再加上不能走西濱公路主線 還要承受側車道神奇規劃的車騰 超載級車道 蠟蠟 град 10 失去 還 mão 我有點救了 我有點救了 還有 是藍藍路 欸 還有一關 喔 謝謝 謝謝 呃 你們到時候要到時候到嗎 因為如果不要了 那時候的話 喔 沒關係 喔 應該是還好 我就是要馬上反 馬上反下去 再把它倒 對啊 晚上走西部的好處就是 路上24小時的加油站密度比較高 不過包心起見 我們還是決定9點先在苗栗院裡的加油站 把事先準備的寶特瓶給加滿 繼續南下穿越台中港區 然後就要跟台61線正式分道揚鑣了 彰化 雲林 嘉義路段的台61線 幾乎沒有完整的測車道 走在穿越海線各大市政的台17線 變成騎小車24奈最好的選擇 看右邊的西濱公路 我們沒辦法走 只能走在左邊這一條台17線上面 而且還要等一堆紅綠燈 實在是有夠比喻的 你看右邊的麥寮不夜城啊 一閃一閃亮晶晶欸 巴黎汽車旅館 越琴Motel 麥寮這邊到底是有什麼特殊產業鏈 需要這麼多旅館 這麼多汽車旅館 還是說因為這邊的那個員工上下班時 呃 員工離家太遠了 所以說呢他需要汽車旅館 來稍微疏壓一下 口湖休息站 這次來口湖 完全不停口湖休息站啦 跨越巴掌溪 終於要進台南啦 我們終於快要到台灣吉西點了 對啊,為什麼我們從最極北到極西這麼遙遠呢 好暗啊 我們現在真的只能靠燈塔照亮我們的路輪了嗎 是不是前面那一個,在閃的 到了吧,應該就這裡吧 現在很暗,什麼鬼都拍不到 有,又亮了一次了 上面是很多的星星,但是好像看不太到 哎呦,手機其實拍,其實錄影拍得出來一點點星星啦 好,現在時間是1點20分,所以距離我們的牛肉湯可能有點難度 希望可以喝得到 暗夜裡隱約看得出來 國聖港燈塔是由像是高壓電塔的鐵架搭建起來 這大概也是四集店裡面最原始的燈塔了 位在沙洲上,遠離主要幹道 如果不是這次的二十四奈 這輩子會不會過來都還不知道 回到台十七線上 跨越曾文溪跟鹽水溪 終於進到台南市區 距離我們的牛肉湯又更近了一步 我現在比較怕走進去,然後跟我說Let's order 兩位 兩位 對 沒有牛肉湯,沒有牛渣湯 然後也沒有牛舌 現在只剩牛奶 你還是在當攝影師室嗎 這是我們二十四奈的第二餐 好感動喔 從基隆吃完飯之後來到這邊已經經歷了 十個小時吧 這牛奶還蠻大快的 喝起來一定很鮮 對 就來慰勞一下我們自己 對,然後喝完之後我們要繼續上路 對,我們的下一站呢 是我們台灣極南點 鵝鵝鼻燈塔 趕在兩點關門之前 跑來當最後一組客人 二十四奈還跑來喝牛肉湯 在時間上似乎真的有點奢侈了 不過旅程在趕 飯還是得要吃 喝下牛肉湯,沖飽店 再繼續順著台石七線往南 終於進到了高雄市區 前面這個圓環就是以前很鯨鼻大名的 機車不能走中間 然後要從外面繞一圈的圓環 這一點,然後比他兩半轉 哇,我好乖喔 最近兩段是多轉 左前方是高雄的中央公園 現在時間四點整 在出發了12小時出頭之後 我們終於從基隆 來到了另一口的高雄 12小時到高雄 就代表接下來12小時 是比較輕鬆的一段 東部嘛對不對 而且還是白天 白天的東部應該三明水秀 我們可以看到很美麗的海岸線 欸,為什麼高雄人有辦法忍受啊 慢車道線40,快車道線60 這相對剝奪感覺太重了吧 我真的覺得太有毛病了 欸呦,40 然後這個車道比較帥 這個車道比較帥 然後這邊60 大家看看 在前往天堂之前 先經歷地獄般的磨難 高雄市區的道路規劃 看了真的只有慢慢的問號 瞬間又意識到 為什麼買了CBR300R之後 就不再想要到大台北以外的地區 騎白牌機車的原因 本來以為可以在深夜 快速通過的高雄市區 在滿滿的紅綠燈 跟側速照相之下 硬是折騰了一個小時 遠方的天空 已經開始透出光亮 踏上跨越高平氣的雙圓大橋 中央山脈南北大五山背後的 是6月21號夏至日出前的彩霞 想當然不只前一天沒看到日落 夏天的太陽會從東北方升起 跟現在持續往南的方向相反 自然是也看不到夏至的日出 通過了台17線的終點 台1線的終點 依偉在綿昌海岸線旁的平鵝公路 帶領我們踏上恆春半島 再加兩杯大杯米熱血嗎 開始在尋求咖啡英的慰藉了嗎 堆積了一個清晨跟一個傍晚的蚊子 其實看起來量沒有很多 我猜應該是因為我們速度沒有辦法到很快 所以說上面累積的蚊子量沒有很多 前往墾丁的路上 完成了66666.6公里的壯舉 巴士海峽就在我們前方啦 哇你看現在都是椰子樹了啊 有沒有很難過的感覺啊 這時候我們要開始唱 當陽光再次回到那 飄著雨的過境指南 你會不會吧 你曾帶走的愛 在告別前 用微笑全歸還 下都 下都 欸對耶你看我們剛好經過下都了 臭你媽的台北 上面還真的寫國境指南 呵呵呵呵呵 鵝鵝鵝鼻燈塔 近在眼前 哎呀又被樹打住啦鵝鵝鼻燈塔 鵝鵝鼻燈塔沒有辦法跟車子合照啦 所以說我們就挑了一個 象徵性的牌子 跟我們早上在富貴角燈塔是一樣的概念 那邊我不是早上很下午 我現在已經死去錯亂了 我現在才是走上 我現在是走上 6點40分 這邊應該可以耶 欸可以耶 最開始是預期在龍攀草原 這邊看日出的 晚了兩個小時 太陽已經高掛 不過光線到意外的 讓這個海岸線旁的純淨草原變得很好拍 繞過台灣本島最南端 接下來就是一路飄向北方了 沿著200甲跟200線道 繞過台26線的中段路段 再來的滿洲到旭海路段 是我最喜歡的海岸線 我們現在來到最接近心跳的海岸線 在這邊還可以聽到下面的海浪的敲擊聲 波濤洶湧啊這個 恆春半島東側的台26線 因為諸多原因 沒辦法完整開闢 已經通測的路段 也是維持著這種一線道的春風景色 在山跟海之間的狹小腹地蜿蜒前行 海浪波濤的聲音浸在耳邊 再從一舊舊甲線回到山谷 下集禪名的聲音不絕於耳 恆春半島的這段路 是最貼近大自然的樂章 我們終於要正式的從西部踏入到東部了 感覺時間過了很久 受卡鐵馬驛站 這邊已經有重新整修過了 好啦,右轉啦 達人鄉 然後我記得這邊開始有區間測速吧 有慢慢騎吧 前方區間測速 欸,還沒有排 沒有看到那個七點排啊 喔,在這邊 好啦,送你一個宗旨 耶 欸,這間全家還在耶 他整修過了 四年前南迴改通車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邊抗議 對啊 對啊,就在這間全家外面 結果現在重機可以走了 但是排排還是不行啊 別忘記我們交通部官員還在那邊說 那個 啊,我們考量部落的長者 可能不太會騎車 他們現在在擺腳追 因為廉價要到了 可能會有人在這邊直接回轉 嘿嘿 哇,這段高架橋 我自己沒有很喜歡南迴公路這樣子破寬啊 他其實 有一點破壞那個海岸線 你看看他 因為他為了要去填那個路基填出來啊 他等於是跟海搶地嘛 那你跟海搶地的狀態下 你海浪一定會繼續侵蝕 所以他就 海岸線上要撒一堆小波塊 我自己是覺得 蓋南迴高 比 比南迴公路拓寬還要有效益啦 你在南迴公路拓寬之後 你高雄到台東的時間 你其實還是要四個小時啊 那你蓋一條高速公路過去的話 直接穿山穿過去 其實大概可以縮短到 大概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都到了 那花的錢搞不好還差不多 可能還更省 幾年前第一次騎機車環島 當時的南迴公路還是雙向兩車道 沿線有些零星工程 當時就已經在說 因為南迴高蓋不起來 所以要把南迴公路拓寬 只不過為了環保的因素 擋下南迴高 但這樣在海岸線堆積大量水泥的工程 難道又真的會比較環保嗎 這個問題可能要到某個南迴高 順利興建的平行宇宙 才有辦法獲得解答 日本飛南左轉台東東河右轉 有紅燈啦 接下來要跟台九線告別 繼續走台11線了 環島跟我們一樣耶 對啊 媽媽 什麼家去啊 帶三位環島 媽媽 喔他們 喔這應該是中年團 就是 對對對 喔這個年紀最大的 資深帥哥美女環島中 喔讚喔 厲害 欸這看起來是五十幾歲的耶 台東到花蓮的這段海岸線 經驗上是三個小時內就可以結束 不過不知道是累了 還是夏至的日頭太過支熱 體幹上似乎花了好幾倍的時間 原本應該可以一氣呵成的路段 只能再找個點稍作休息 現在來到了花蓮海線的北回歸線碑 這個碑呢在今天呢別具異異 因為今天是6月21號夏至 然後現在剛好是正中午12點 誤打誤撞剛好在正中午12點才找個點 太棒了 對也就是說呢我們的頭頂現在剛好就是 一年當中太陽會在最北邊的位置 應該拍得到吧 拍不到 算了 我們正中午12點的時間出現在花蓮北回歸線碑 也就代表說我們的24那裡任務 確定 絕對是失敗的 到這邊已經很厲害了 對我真的覺得到這邊已經很厲害 而且騎小車又繞大圈了 跨過修固亂溪的長虹橋 接下來的台市一線路幅再次收窄 跟大海之間的距離也更加靠近 之後是連續的隧道 來到台市一線的山路路段 聽說這邊也是東部的追焦勝地 不過在廉價前夕的這天 倒是沒看到追焦手 反而是準備啟用的另一段區間測速 誒? 測速 不對啊 那時候逆向的不是在這邊啊 逆向撞公車的不是撞這邊吧 我覺得是撞更前面耶 靠遠雄那邊吧 還要在10公里唄 那只有去年測速裝這一段 莫名其妙 哇前面有紅燈耶 等一下紅燈就會見真章的時刻 就是看到Slow有沒有跑掉 Slow啊就是怠速啊 不過它怠速就是 沒什麼力 就感覺好像快熄火快熄火的樣子 真的要看Slow有沒有問題 停邊邊一點 油比較低 油比較低 Slow油比較低 車子剛才放冷了 大概二 快半個小時 我不知道現在Slow還會不會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會有點慘 哼哼 找他看啊 希望是不要出事 幹 誒? 喔正常了 所以是過熱沒錯 正常了 正常了 所以要放冷一下 還好啦 還好 不是在花蓮故障 不然 我真的不知道 在花蓮故障的話 到底要怎麼救 就是要叫拖車 然後再送回去 等火車 還是你要雙載 可是我也覺得這個天氣雙載好痛苦喔 經過這邊這麼多次 我還沒有停過這一間貨龜星巴克 看看清水斷崖啊 還有七星潭的美景 所以旁邊的防風鈴真的全拆了 全砍了 它拓寬 原本左邊長得跟右邊一樣 我想奇怪 怎麼這次來 整個地景長得完全不一樣 應該是拓寬計畫過了 看到左前方這片山頭 就要開始 看新城的山呀 挖呀挖呀挖 右轉右轉 看 看呀你的水泥 猜呀猜呀猜 快到家啦 每次看到太魯閣大橋 就會有一種要回到家的感覺 艷陽之下的清水斷崖顯得更加壯麗 歷經清晨高雄市區的土土之後 眼前的蘇花已經顯得相對沒那麼煎熬 只不過走完北上第一段人水隧道 就還是得滾去走舊路 繞過一連串依山半海的舊蘇花 來到24奈路程上的唯一一個平礁道 看走出花改多爽 還不用等這個平礁道 還不用等這個平礁道 就是在對面這個山坡翻下去的啊 對啊,然後才有蘇花改的啊 不過老實講啊 這個山坡修修補補的 剛才一路上過來 又一堆施工 邊坡在互坡的 說老實話 這條舊路如果沒有經濟價值的話 就乾脆讓它回歸給自然算了 不要在那邊修來修去 浪費錢 而且也沒比較安全 都已經有一條新路在那邊了 然後舊路還在那邊修修補補的 柏油就直接鋪兩次 你把所有車一起集中到新路去 你舊路不就連維護都不用了 而且新路還比較好維護 隧道裡面環境這麼單純 這邊也在施工 不知道在做什麼的 這永續工程啊 蘭陽隧道 台...台二線 就繼續沿著這條台二線 一直走一直走 就會回到我們的出發地囉 回到熟悉的蘭陽平原 快速的通過蘇澳、武捷、壯圍、頭城等等鄉鎮 緊接著進入到新北市 從濱海公路的岔路左轉上山 最後一座燈塔終於到了 現在來到山雕角燈塔 我們台灣奔島的極東點 準備要結束了 等等在差不多一個小時的車程 就可以回到基隆我們的出發地了 看起來有人快要死了 前一天出發時 朋友問說如果他拒絕邀約 只有一個人的話 這趟二十四奈是否還會出發 當時的答案是否定的 坐在車子上一整天 終於快要環島完成 更加堅定了當時否定的原因 兩個人一起的話 透過藍牙耳機能夠確認彼此的狀況 真的出任何問題的話 還可以馬上救援 否則搞不好中途就會想要宣布放棄 當然這也是為什麼 會想要趕快趁著今年挑戰二十四奈 之後還有沒有體力 能夠騎這麼長途的車也是難說 這艘肯定的是 如果真的有下次的話 絕對不要再請白牌 忍受這些荒唐至極的交通規劃 誒我切過來的時候還有進行機車誒 對不對 誒五百阿又來了 你看 喔這邊真的是擠在一起 啊幹 我要跟腳踏車擠 好可怕喔 唉 什麼爛交通最後啊 歡迎蒞臨基隆市 終於進基隆了 然後 這邊 其實我們這趟行程呢 除了四幾點之外呢 還有一個幾點在這邊 這邊是我們台灣的水平原點 就是如果要測量那個高度的話 海平面高度都是從基隆的八頭子這邊 開始去算的 大部分人是玩那個環島四幾點啊 那有些人可能會去增加到什麼 七幾點八幾點 有的沒有的 什麼極低極高 然後中心 地理中心 然後還有水準原點 這樣子 對 那水準原點就是在剛才八頭子這邊 台灣水準原點的標 就離在基隆八頭子的海客館旁邊 不過測量的海平面高度基準 其實是五公里外的基隆港 環繞了台灣本島一整圈之後 基隆港再次出現在我們面前 遠方山頭上光亮的字母 這是這趟旅程的出發點 一陣天旋地轉之後 終於要畫下句點了 回到了Keylon地標 我們這一趟旅程的出發地 對 三點半出頭 出發 然後到現在六點半出頭 對 然後我們 二十四耐 失敗 對 但是我們二十七個小時回來了 對 然後騎著一二五CC的小車 然後還完成了四幾點 對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啊 很厲害二十小時半的 自我評斷 二十四小時真的不可能 我覺得光沒有走西濱這一點 就是光不能走西濱這一點 就是光不能走西濱這一點 就差了至少三四個小時 那至於其他的什麼 比方說什麼高中市區 那種奇怪的道路規劃啊 有什麼有的 塞車 對 那些都先撇開 對 你光不能走西濱這一點 就差很多 因為 重點是因為你在西濱上面 其實體液消耗很慢 因為你在西濱上面就是 封閉式道路嘛 然後你其他有的沒有的 對 對你就看前面 不用看紅綠燈 不用看左右有沒有其他的 那種箱子啊 路口啊 會有那種闖紅燈啊 或者是沒有 依照那個停讓的那個標誌 除了衝出來的車子 完全不用在乎 你下次還想要再挑戰 這種二十四耐的嗎 好啊 什麼時候 不行了 掰掰 掰掰 就不行了 你什麼時候 我沒有這回事了 掰掰 跟你說再見 這一次的夏至二十四耐挑戰呢 就到這邊 搞一段落啦 那明天呢 是端午節連假 希望大家 這個端午節 都有吃完肉粽 都有吃飽肉粽 但是呢 我相信等你們看到這次片的時候 已經過了端午連假 因為我不可能撿那麼快 幹 就先這樣子啦 掰啦 我想還導彈 老闆不准所以我辭職 欸我們也在還導欸 後面有一個板 比如說 有一個有18公分 屌喔18公分 有人已經累了 完了 我覺得我們24小時 達不成了 我現在直接判定 無法完成 我們又回到西濱下面了啦 喔 爛路 我們這次來口湖 完全不停口湖休息站啦 已經開始在尋求咖啡音的慰藉了嗎 6666666.6公里的壯舉 我臭你媽的台北 欸上面還這邊寫國境指南 資深帥哥美女環島中 哇 讚喔 厲害 欸這看起來是50幾歲的欸 看走出化改多爽 還不用等這個平交道 對 剛才突然想到呢 我們還有 從那個 我們在院裡加了兩罐油 因為我們 一路上呢 我們都一直去守著加油站 所以忘記 所以就沒有加到這兩罐油 對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儀式 來慶祝我們今天 已經完成了我們的任務 喔 欸你 下手快很準欸 完結 我們的 27耐環島 就在 我們的 加油 結束 恩 完美Ending rada 來了 大家